大家好,今場打這個33層 陣容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把MDT拍在頭上 因為首先原因是一來我沒有三隻火爆 二來的好友系統我非常難找到又適合打這關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展現了一個無課金陣容 見仁見智,你覺得算不算 這關打法首先要殺掉那兩隻反射怪 因為這兩隻怪物如果你不殺的話 就算你一次過殺光那三隻啫喱 他都不當你過關的 所以一定要硬吃的,那一刻一定要殺 火爆有個問題,就是一下貫通是不足以殺死啫喱 是不足以的 所以你就要一是削血,一是利用有情技 但我認為用有情技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的打法就是要削血為主 除非你那隻好友是有激種加攻 如果不是火爆是不夠力殺的 那激種我都不太肯定可不可以殺到 那同族理論上一定可以的 這關是難關,是第一個難關 因為他那個... 那我不知為何MDT不夠力殺 其實我不太明白原尾在哪 那可能MDT不夠力一下殺的 我不太肯定 因為你看到我一下片不死 事實擺在眼前,不能否認 那這要搞好久了 對啦,不小心變成雞更麻煩 其實變雞有個好處 如果你特地拿一隻變雞去削血的話 其實理論上是可行的 那我就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這裡一開始就馬上變雞 我就想找個機會變回人 但是... 那我其實這下比較想像中勢力 其實變雞的攻擊力真的太勢力 這關我以沒有課陣來說是極之難打的 這裡就... 那我當時我就想著隨便 隨便... 對啦,盡量這樣打 對啦 這裡就... MDT MDT 如果成功殺殺是OK的 過到關的 他這裡加一點有情技應該就夠力了 那這次可以殺到 那盡快想個辦法 就變回人線那兩隻契弟 一變雞的話各樣能力都大減 這個打法上就盡量... 直接車喔 對啦 但是這兩隻雞的例外 因為他就要變回人 對啦 OK啦 最好不要殺到那兩隻反射鬼 因為一死的話他就會放飛彈 是很通的 對啦 那這裡就是沒辦法 這邊雞的一定要變回人 這個沒辦法 對啦 這下就迫於無奈了 對啦 那一陣子就... 左下那隻被推一推 就搞到... 逼著要撞... 打橫撞啦 因為他要撞兩次才變回人 盡可能不要打到那個... 唉... 就變回人 這下失賊啦 這個打法我教你就是... 不要你... 呃... 盡量去直接車王 即是王其實很小血的 直接片弱點你已經可以扣多了 你已經... 反而... 快刀斬亂麻的打法就是... 不要你小怪啦 當然這些情況... 你殺到我當然殺啦 即是... 如果你可以還片弱點的話 就直接打王 算啦 OK 那這裡應該是直接車死啦 金心 留意這隻王死 留意這隻王死是... 貫通的啫喱是不會跟走的 那你就不用怕啊 浪費了個食心機會啊等等 對啦 還有你不要以為打完隻王就鬆一口氣 因為... 呃... 你打完隻王 因為那些啫喱不會跟走 你下一回合就要吃他們的飛彈 所以千萬要小心 天使 好了這關可以殺了 應該向上片啦 應該向上打橫啊 不對啊 OK 那剩下來了 看你想存心還是怎樣 那這裡先存一下 因為下彎中間的心變大心 好 那... 其實可以再存一下 因為... 大家看看我會不會存一下 不太記得這裡存不存 因為想讓那隻雞就變成人 對啦 盡可能的雞就變成人 對啦 嘩... 差一點點搞定 對啦 這裡要撞一下板就夠了 不可以撞多一下啦 那應該靠友情技都殺到啦 好啦 那隻王的位置就在右邊中間 右邊中間貼牆 那這個打法又要說一說 這裡 那你留意周圍的傘 是三彎才打的 那其實那個打法就是 不要管那些傘 盡量不要殺到他們 因為他一重新的話 就變成一彎就馬上開球了 那你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拖一拖時間了 那... 新復活的三隻是一彎的 那...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也是選擇直接撞王 那順便殺一隻 對啦 OK 那就來了 那這彎就全部變成一彎 就沒辦法再拖了 那就開始要殺一殺小怪啦 對啦 盡量要快啦 這裡就不拖了 因為就... 現在整個畫面的小怪都射了 你都蠻惹的 那先撞一隻王 好啦 這下沒辦法 那就趕快去殺小怪啦 好 火爆比我想像中高速好多 以貫通角色來說 他的速度是非常高 MDT OK 直接這樣上下 不碰到魔法陣 王關 王關其實我覺得相對容易打好多 我覺得王關要考慮的東西比較少 是挺容易打的 那第一血不用說啦 盡量撞些傘你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想其他東西 最好就撞得了 OK 那就OK啦 那每彎最少殺兩隻是... 方針來的 OK 那他就根據場上身環的啫喱而回血的 打橫打 應該斜太多 OK啦 都OK 對啦 可輕鬆 大家留意那些啫喱是... 你撞他 你撞他 你撞他死了他不會馬上消失的 如果這個時候你連續拆兩下 那隻王是照扣血的 所以是... 利用一下啫喱啦 對啦 對啦 總之你這條C消失之前 你撞他多少下C呢 即是王也是照單全收的 你可以利用這個特性的 其實 那你說火爆撞了絕招過去 是不是扣光了呢 我沒試過 但理論上都是照扣我們一半血的50倍 但理論上就是這樣計的 這個盡量不要殺了反射怪 因為一殺就放飛彈的 是扣好多下 你看到扣兩三萬 魚飛必要就... 嘩...這裡又要變雞雞了 那我就打橫啦 我想我... 欸...竟然不是 對... 因為一定要變成人先 但這下太平了 這下... 最多殺到一隻 對啦 上算控制到的情況 這裡要殺兩隻 對啦...這樣殺吧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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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挺金的 那這裡可以埋他單 應該上下吧 就這樣上下就... 一來就不用怕變雞 但也殺不死 差一點 欸有心 這裏會不會儲金心呢 這裡 應該會儲金心啦 OK 欸...大鑊 欸...好錯啊 好錯啊... 那隻手跟著那隻黃走 如果不是那下... 有機會死的 吃完那下的話 也有機會死的 吃完那下的話 儲金心啦 是扣正路 停停停停 OK 尾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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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開大 上下就夠做了 留意啫喱是被我片兩次才走 所以你看到黃的血是靠得很快 288萬 繼續全力追殺啫喱就行了 記住最少殺兩隻 其他東西你不用考慮了 其實這裡開絕招我不肯定贏不贏 我就不想試了 畢竟可以打到尾血 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我就不想玩 向上片殺三隻 好像贏了 死得了 不行 差點 這裡片兩隻真的死 他真的死定了 撞一下變人 OK 有火爆之後 我們台版總算有一隻火屬的貫通可以打 因為我們沒有多拉A夢 沒有叮噹 叮噹一直是我們台版無課玩家的那個刺 是我們通俗 現在有隻火爆也算OK 但我們始終做不到極運 我相信正常人沒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內極運到 所以來極運 來我們台版火屬貫通的極運 相信有一段時間路要走 這次無課金陣就來到這裡 所以呢